如果現在傷風感冒的菌或灰塵 就太多了 它就不只是黏在鼻子膜 不只是黏在氣管 直接入肺 這條線就是我們的肺組織 看守肺組織的巨細細胞 看到感冒菌或灰塵 就淡食了它 這叫做一型的反應 如果現在有很多外流物體黏在肺條 多度是要頒救兵 因為不足夠巨細細胞的處理 當時免疫反應由一型推上二型 看守肺的淋巴細胞 又會分別抗體 捉住外流物體 告訴看守肺的肥大細胞 它又會分別組織案 又會輸張肺組織的尾書本 今次就會有一種細胞入肺 這種細胞就叫做視酸細細胞 這個視酸細細胞 就會分別一種物質 叫做白三希 叫做Nucotrien 這個白三希 是比這個組織案 更加能夠收緊氣管的平滑肌 是收緊到好像被人捏住頸 吸不到氣 這個問題叫做酵喘 酵喘也有兩個原因 可以是物質引出來的酵喘 譬如說聞到別人的香水 或者就算有些人 油漆的泡物品 都會來酵喘 物質的 那時候就要由一型 由二型搬發到一型 亦都是用皮膚敏感的方法 這個螺旋造的Spirulant 減少IL-4 酵母裡面的Beta-Glucan 增加IL-1 就將二型搬發到一型 但如果這個酵喘是冷的酵喘 即是天氣轉動的時候酵喘 我們就要用洋蔥和茶素 減少細胞的存貨 那時候 它就不會有那麼多的組織安 在細胞裡面 就不會找到發作得沒有那麼厲害 所以 歸納來說 如果一條線是肺組織 這個圖就是酵喘的圖 如果這條線是氣管 這個就是氣管敏感的圖 如果這條線是鼻膜 就是鼻敏感的圖 這條線是皮膚 就是濕疹鼻敏感的圖 如果我們要決定 你知不知道自己的自蚊元 如果自蚊元是物質的話 就用Spirulant和Beta-Glucan 如果自蚊元是非物質 就用洋蔥綠茶素 如果兩樣都有 就兩樣都用 如果兩樣不知道自己的自蚊元 你就兩樣都用 因為你可以處理物質和非物質 還有一件事就是這樣 如果那個人有皮膚敏感 是被拗損了皮膚 那問題就複雜了 我們的皮膚是一個最好的天然屏障 細菌進不去 但是當你刮爛了皮膚 有些細菌進了皮膚 皮膚就會引起臉系統的注意 臉系統馬上要出兵 就叫做發炎 發炎有三個症狀 就是紅 腫 還有熱 再加上傷口 如果沒有傷口就沒有發炎 有傷口就叫做發炎 即是說現在濕疹以外 還加多了一件事叫做發炎 我們現在就要處理細菌問題 原來有一個抗生素 叫做抗生素 即是殺細菌 有些好像弄到一枝膏 小細菌的 這個抗生素 叫做尿麥仙 原來這個抗生素 是不需要任何醫生、處方都買到的 在任何的藥房 大概三十元左右 就可以買到一支抗生素 你就在紅腫熱傷口地方 就查一兩天就好了 但你如果不用抗生素 你以為為何整天都不好了 原來你那個不是診 你那個變成發炎 那如果皮膚很癢 原來洋蔥素都可以止癢 你可以把洋蔥素混在凡士林裡 塗在皮膚上就可以止癢 這裏總括了皮膚敏感、鼻敏感、氣管敏感和酵喘 在皮膚敏感、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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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感